不想要打爐時這麼卡嗎? 我覺得一個很蠻猛的掌機 ROG最近新出的 這個掌機 蠻貴的啊 兩萬四 然後… 他就是可以拿來當… 電腦玩 他就是可以玩Steam遊戲啊 玩暗黑… 暗黑四都可以 直接玩 性能應該是蠻頂的 哇 要兩萬四 還可以外接顯卡 幹嘛都可以 然後接電腦玩也可以 我們就…可能下個月…可以的話 我就抽吧 好不好? 也可以拿來看4K Netflix 看4K 看看各位吧 看各位 看各位你們… 有沒有興趣? 做出選擇吧! 買垃圾還是升級? 這版本二星科技真的好爛喔 我幾乎… 沒有辦法在二星科技買任何東西欸 你們有發現嗎? 二星科技就是穩定的…就是只有垃圾 如果沒魚人 我覺得…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有魚人 我完全不敢想 我無法想像這個東西 恐怖、恐怖喔! 哇 好強喔 6-8 2-2要吃什麼東西 會變6-8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2-2的東西 吃一吃 會變6-8 有點神 又再可以了 開垃圾了 又再開垃圾了 三刷買一張喔 刷 這很高忙的樣子! 英雄靈門我有看那個…一些…精華啊 我有看 最近熱度比較高的是那個吧? 傳奇射手 無知 不得不說 這麼多年沒打的 打的還是有模有樣啊 不簡單 因為通常一個選手 如果沒有… 一直維持那個經濟狀態的話 下滑很快的 就是你沒有打就再也回不來了 那他還能回來 而且… 表現真的是比現役大部分的AD… 還要好 這個我覺得有點猛 嗯…可能是天賦加上努力吧 下賽怎麼越來越多了 我也很好奇 呵呵…今天抽獎啦 大爆…大爆加了 各位 直接快破400了 下個月如果能夠… 搞得到ROG的那個…最新出的那個掌機 我覺得可以來抽一下 那個掌機…賣2萬4左右 我覺得很頂喔 我還沒見過一個掌機這麼頂的 比PS5還猛了 比PS5 呃…分段喔 你大概打到五、六千 應該就比較不會有人退了 再高一點吧 其實有人退代表你就一定會加分嘛 對不對? 那你一定會加分 那就相對的你 也很容易 一隻快速的爬上去 對不對? 貼…印鈔機 然後…機底的話是…這個…機器人比較好 因為這張適合三合一 印鈔機比較不適合 很多人在搶末班車 真的欸 別說話…末班車要開走! 不要再這樣了!聊天室 不要啊! 行行好啊! 這也能夠 升級一刷 雖然這個吃很強 但是我不知道吃這個要幹嘛 哇塞! 印鈔大王!今天首次出現的畫面 三個印鈔 好 開銀行了啊 銀行開起來 我覺得要碰五 因為碰五其實每回合少一塊 但少一塊錢 多一張五星 這張五星可能會是非常關鍵 而且機械的五星卡 關鍵太多了 我只有九塊錢欸 所以我如果要合就要立刻合 技能就不開了 要做就要直接做 買二按技能喔? 也是可以啦 好啦 好啦 不然就買二按技能好了 買二按技能負一塊 然後 十塊錢 貼他 貼他 他容易吃炸雞 然後他也不需要體質 如果 真的說打到輸掉了 我們還可以…師傅上場 再怎麼樣都可以保證你下回合場面穩住 沒有錯! 我師傅又站出來了 這一張不拿 嗯 升級-2也挺怪的 不考慮 而且升級沒有什麼意義 魚人… 沒啥子好用的東西 這個… 長得很快 但是…也是蠻會吃毒的就是了 虎虎貓 光盾不夠多欸 這一張固然很…喔…很好欸 這一張光盾超多的 這張要拿 這個跟這個是絕配 這兩個是連動 男爵…哇 金色的魚 男爵死了 他魚沒加到兩倍 掉了 我會不會被他K死啊 攻擊力超高的 欸…有點小危險 那泰絲好像要吃雞了 菜絲的組合是…到時候超大的嘛 所以基本上… 師傅是零作用 師傅就已經確定… 不會任何… 不會有任何用 一定是斗不夠多啊 多斗兩下 可能就有了 是不是? 哇 你們東西怎麼比我還多啊? 你們真的夠了喔? 一場戰鬥要打一萬年 師傅合一打不死竹…蠻頂的 銅鬚 無人機我就沒貼幾個 所以…無人機…沒用 不怕這一張 主人買那個手下 我可以幫他打磨乾淨 重新上色 呃…魔暴龍才有辦法活化師傅欸 所以肯定要拿魔暴龍 然後吃一個… 不要吃到魚都很強 光牙可能都比這一張好了欸 我一定…打他一定會贏的 所以我很有自信 不出星多雷 只是我看得到他是不十足啊 但是我就是不出 因為我真覺得我沒有理由打出他 我這個是有攻擊力的師傅 所以星多雷就不用上啦 師傅太大了啊 師傅Counter他太嚴重了 我反而要布局… 下一個打未來的人 光牙要幫師傅攻擊力加起來 因為光牙如果沒把這些養大… 等等他們也是… 破銅爛鐵 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補師傅合一、暴龍合一 這個東西三合一 然後回貼也可以 技能還有兩遍 如果直接升級技能就要合這一張了 有點難啊 直接升級有點難 買這一張…也沒什麼區別 剩兩滴 來了 這樣就可以回貼了 當然你可以再多刷幾下啦 回貼這個…就是吃毒欸 我反而需要他小一點 蝙蝠就是師傅放大一滴滴、一滴滴、一滴滴滴滴 收割機零作用 收割機的作用就是破盾啊 那我覺得師傅放大比較重要 如果有東煮 這個就會貼 有防炸雞的啦… 就是嘲諷… 大家在打的時候也注意 有嘲諷的東西 不用養太大 因為打到機械局啊 大家都會喜歡拿炸雞啊 反正一個簡單的概念 當你的嘲諷… 太唯一的時候啊 基本上就穩吃雞啊 所以你看我完全沒有要弄他的意思 他就擺在這裡就好了 然後多拿一張是…給我自己一個操作的空間 那現在升級暴龍可以直接合一 錢也比較多了 我可以試試看 那一樣的概念 這個東煮打下去 首先收割機仿不住啦 然後又吃炸雞 好像沒什麼好處 說個認真的 暴龍合一就好了 魚人如果有拿 未來可以拉劇毒啊 什麼的 其實算是蠻不錯的 我還蠻推薦這張要拿的 這張…算是比較好的 他可以換掉光牙 然後拉怪 來 光牙就加一點點 我就不要了 這些沒有用 就這樣子擺著就很好了 然後他會拉這一隻 很完美 哇 嗯… Face三合一 到時候拉怪會很強 但是有可能按技能會按到這一隻機械 所以應該不要…不要搞 虎師傅現在合太慢了 這個站位是他收割自己打過來 也完全不會有壓力 炸雞也不怕 嗯…他動了一下 會卡 但是他歪了 你歪了就不能怪我啦 你歪了 師傅可以… 扛他全部的怪 來! 師傅要站出來! 哇 決賽… 決賽英雄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蝙蝠三合一沒用 基本上他是魚人 拉怪流 兩個魚人的拉怪流是什麼東西啊? 兩個魚人的拉怪流 虎師傅是不是要扔掉啊? 新波雷好像要上欸 虎師傅70幾 好像不需要流 我上新多雷加… 毒魚可能比較好 拉這一隻跟拉這一隻 我覺得打點多比較容易贏 所以要刷 喔…我怎麼樣也要防一發寶寶 新多雷有用 他是血鬼術貝斯 他也很有創意啊 血鬼術貝斯 那就是創意大戰! 血量加起來 戰鬥男爵! 魚人沒加到血 那抱歉 魚人不見了 那你沒辦法解師傅 魚人加到了 還是魚人的毒消失了 看來還是我們… 技高一籌啊! 但是他還有一排怪沒拉欸 他男爵觸發…很恐怖 如果是一排的劇毒 我可能會嚇尿 啊…我先說 那一排如果是劇毒 沒了! 暴龍!強化! 哇! 哇塞!不好說、不好說 他還在發力 這根本不是他的最強 他手牌又複製了一排東西 所以等等是一排… 男爵… 他還沒… 還沒…還沒有那個欸 出大招啊 我覺得東煮要貼了欸 因為…他根本不會擺炸雞 爆爆只能解他一隻魚…有用啦 但是實際上也沒那麼怕 他沒有收割啊 這個不貼東煮…可能… 送不掉喔 因為剛剛是剛好有吃到毒 沒吃到毒就送不掉了 收割在手裡喔 欸唷 搞收割 但我不怕! 隨便割 嗯…隨便擬割 這是我的最終決賽陣 展開! 他手裡還有四張怪 他有毒 毒第一發歪了 第二發準了 哇塞!準了! 準了!聊天室! 那不好說!準了! 那我靠暴龍贏得了嗎? 好像不行啊!靠暴龍 我還有兄弟! 我還有兄弟啦! 暴龍26血 平手!!! 師傅吃毒! 平手! 有一隻魚是4滴血 所以爆爆也轟不掉他 哇塞 太炸了吧 同學! 通通給他炸美 暴龍被揮到就死了 完了!暴龍蒸發 遊戲結束 那誰來打那個魚啊? 三隻魚我師父能贏嗎? 如果可以打也有機會 哇塞! 兩下! 三下! 又平手!你敢信!又平手! 什麼鬼啊?又平手 因為他爆爆炸酒 兩隻魚會蒸發 炸酒就只能… 只能污射了欸 再拿一隻魚沒什麼用 這個可以換掉 沒得動 這個別動比較好 放著就好了 不要動 他把爆爆丟掉欸 他直接改成收割1號 想要毒我 我吃服… 會吃毒嗎? 你就兩個毒 一個毒 你沒毒了! 自我拿下! 料天室啊! 口不可以 哇塞、哇塞 怎麼還是那麼大? 都不了了 怎麼還是那麼大? 再展開兩道 夠不夠打? 啊?! 再拖一回合 我一定輸了 這回合就是絕殺了 再拖一回合 也都沒有任何機會 就這回合… 師父! 傷害夠不夠? 行不行! 14滴! NICE! 啊~~~ 好難! 他是金色的那個… 垃圾魚加金男爵 反正他一直拉過來一直加、一直拉過來一直加 他瘋狂發育 然後我已經斷發育了 師父… 太感動了 師父… 我最後只有想到一個方法啦 假設他有爆爆的話 我要把毒魚丟掉啦 然後烏射點給貝斯 那最後沒有刷到烏射 因為這邊的魚肯定是烏…這個貝斯還比較有用一點 他還可以拉怪 然後觸發暴龍